马龙呢在这次比赛中 他的对手呢主要是外国选手 马龙首先呢在八进四的时候 是战胜了朱世贺 接着呢在半决赛里 是战胜了日本的水谷笋 漂亮 好的 张绮科这个回球 落点非常好 而且底线比较长 这两个运动员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技术十分全面 刚才在第三局 应该是张绮科应该赢 因为他是十比八领先 结果反而被马龙连赢了四分 运气球 大家可以看到苏州的现场的观众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仍然还是兴趣盎然的在观看比赛 确实呢这个比赛 这个如果比较理想的应该在决赛中 是中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比赛 可能呢就更 可能会有更多的观众会喜欢看 特别是外国的选手和外国的观众 但是呢 中国运动员的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能打出更多经典的细腻的技术 这个也是让喜欢平凡球的运动员啊 观众啊 可以看到这个 很多 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现在马龙发球 5比3 漂亮 这是个高难技术 大家可以注意 它完全是一个 自上而下的 手腕的 一个突然的爆发 6比3 这一段呢 马龙打得比较凶 年轻能源在比赛中 很重要的就是练习这个火候 什么时候胸 什么时候稳 把这个火候掌握好 可以听到苏州的观众 他们 有的在喊张绮科加油 有的是在喊 马龙加油 因为呢 可以说张绮科和马龙 都是中国乒乓球 球迷心中的偶像 中国队的美丽运动员 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像马林 是拼命三郎 他打球呢 有一种精神和激警的 一种细腻的球 尤其是往前发球抢弓 正手的一板拉球 非常突出 像中国选手王浩 直板横打 尤其是反手 不输给横板选手 而且使得中国直板打法 找到了新的一种打法和出路 对世界平方球运动技术 贡献颇大 许欣 作为直板选手 有横板运动员的这种风范 个子很高 打球呢 可以说是少年老成 打球十分合理 老到 技术也比较全面 再加上大家看到的 像张绮科 力量就比别人大一号 像马龙 身体素质和技术 十分全面 这都是 可以说是乒乓球界的天才 因为在中国 打球的人太多 要想能够脱运而出 如果不具备各方面的条件 是不可能的 7比5 这球马龙发的非常好 他是发了一个急长 刚才都是发短球 突然发个急长 这样造成了张绮科 有点措手不及 球到了底线 所以他不可能控制的很短 这样赢得了抢攻的机会 又回到短的了 这个连续的白短控制的非常到位 俗话说要抢先上手 你上手怎么上 就是你白短的能力非常强 不出台 对方出台 你再上手 接发球抢攻 这几个球呢 打的是非常连贯 现在张绮科 已经获得了一项冠军 就是和马林 获得的男子双打的冠军 他们战胜了马龙和王浩 马龙现在势必六领先 有四个局点 这球马龙的控制不严密 所以出现问题 首先是白短的过程中 台内控制不到位 造成对方的进攻 好球 这张绮科这个技术比较出色 既有力量 又有隐蔽性 而且又变到对方的正手 这样四个局点还剩两个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 张绮科在上一局 确实是太遗憾 也是上一局是十比八 张绮科领先 反而被马龙十二比十 反败为胜 比赛场上没有后悔要可吃 关键的要变成一种意识 变成一种行动 说运动员场上没有抓紧 也不是说他故意不抓紧 这是一种下意识 这样张绮科在反手上手抢攻之后 又得了一分 上一局是马龙十比八领先 被张绮科连反四分 张绮科领先 是被马龙连反四分 现在出现了相反的局面 张绮科已经反三分 结果张绮科也是反了四分 这样把比分追成了平局 只不过马龙是上一局 是张绮科十比八领先 被马龙连反四分 十二比十取得胜利 这是他们的教练秦志姐 这可以看到 运动员还需要不断的磨练 在孔灵辉和刘国梁那个时代 比较成熟的时候 出现这种情况是极为极为少的 现在双方各出现一次 都是连丢四分 结果张绮科在上一局是连丢四分输掉 这一局是连反六分反赢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继续观看下一局的比赛 观众朋友 由于乒乓球苏州站的比赛使得我们的F1的比赛脱后了 欢迎大家在这个比赛之后继续关注F1的赛事 大家看到现在双方各出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个是连反四分一个是连反六分改变了落后的局面 现在看第五局比赛 运动员首先要有自信 要有取胜的欲望 同时要像拳击运动员一样 有抗击打的能力 就是挨几拳不怕 即使倒了地还要站起来 得有这股劲 然后呢 就是大脑要转得非常快 记忆力要好 要知道丢分丢在哪了 得分得在哪了 对方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 都要把它记下来 这样的才能够 下面的行动才能够有依据 从战术的策略上来讲和打仗一样啊 就是要扬长避短 你的长是什么 你的短是什么 他的长是什么 他的短是什么 要扬长避短 漂亮 今天呢 这个马龙和张立科的比赛的特点啊 打出了这个世界乒乓球的发展趋势 就是男子运动员的这种凶狠 表现的淋漓尽致 虽然回合少一点 但是可以看到球的质量非常高 我们常说 中国平衡的女队啊 要技术男性化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指的就是 男选手往往他们的技术比较先进 比较凶狠 这是秦志简 他曾经呢 在运动员的时候和杨颖 获得过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混合双打的冠军 秦志简呢 现在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教练 可以说呢 也是对运动员的抓的是非常紧的 他非常辛苦 而且也很用心 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马龙刚才呢 是希望用一个非常规的球 测切一个球 可是这个球稍微偏高 张继科是反手抡圆了 来了一大板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这个在乒乓球比赛里边 这个话是很有用处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下手的时候都是比较狠 这个出手都力量比较大 比较刁 所以回合呢 往往比较少 大家看这种球 下手非常大力量 步伐向前跟的比较好 身体重心跟上去 然后手腕手臂放松的比较好